观察员 王子瑜21世纪兵龙会议 一开始是缅甸人寄予愿望解决民族矛盾 平息国内武装冲突的和平大会 然而 自兴兵龙会议的第一次会议结束之后 人们对这个大会就已经不再济予厚望了 第三次会议议推再推的情况充分表明 民盲和军方在对待民伍的政策和解决方案上 只见仍旧无法达成故事 可以想见 新兵龙会议是一个邀请嘉宾有争议 一提如分析的会议 所以 他总是无法逐期召开 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消息称 第三次兵龙会议的议题 将包含SSR安全区域重组一期 启动SSR意味着缅甸的民族武装有可能走向合法化 但是 缅军风律来的倾向是采用DDR 回避SSR模式 比较以为 在没有互信的前提下 不论是采用DDR模式 还是SSR 缅甸的民族和解政治谈判都不会有结果 近期 缅甸各个政治组织对新兵龙会议题 又要求讨论DDR的 又要求讨论可退出机制的 又要求讨论审防立宪权的 这些新议题的提出 只会让这个本来就难以为继的新兵龙会议 遭遇难甚至是破产 众多民族武装的存在 反而让缅军找到了继续临驾约政府和宪法之上的理由 这是各方势力互信缺失的必然结果 也是大缅族主义作罪的必然结果 因此 缅族军政经营的大缅族主义思潮 才是缅甸问题的根源 本来 21世纪兵龙和平大会 对缅甸各方建立互信 就是一个绝好的平台 在这个大会上讨论问题的态度 比如平等性 开放性比解决问题的作用更为重要 这是缅甸实现民主 平等与持久和平的必须跨出并和晚的第一步 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倘若缅族精英们继续抱持着缅甸是缅族人的缅甸 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通过童话 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幻想 是所有非缅族政治组织被分裂者或潜在敌人 那么缅甸的民阁武在未来只会有增无减 便进了武装冲突也只会消夜不断 面对有增无减的民族武装 所谓的DM的缅甸活军最终必将沦为紧门典第一集团服务的缅族军 但是缅军一统江湖的野心最终必然伴随着持续增长的伤亡和逃兵幻灭 变术越来因罗新亚难民问题引发的缅甸政治雷击 使得人们对新兵龙会议丧失了关注热情 若开帮罗新亚人事件未爆发之前 西方对缅甸民族武装冲突的关注表现一向比较冷淡 随着陆开帮穆斯林一难民危机爆发 西方世界才一定关注起了在客气暴力战争爆发的难民问题 和缅委的武装冲突 众所周知 西方大国关注一个地区的习惯 首先就是委派恩进欧非政府组织 介入收集相关情报和收满人心 中方一向反感西方势力介入缅委事务 同盟军 把联军的缅北清华武装自然是高度防备西方反华势力潜入 这是共同的族群利益和民族情感释然 同时也是缅北清华武装遭受西方和缅军方不待见的根源之一 随着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在缅方各界获得认同度的增加 西方在缅军找利益代言人的难度就会更加艰难 因此西方不断向缅施压的真正目的恐怕不是有意把缅甸推向中国的怀抱 而是企图通过威吓 迫使对方主动向自己抗扰 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特经会对缅军头而言 应该是有巨大的启示意义的 所以在西方和穆斯林世界的高压下 缅军方的决策和态度出现大逆转 也不可能责任编辑